字幕 龍鳳殿 星光昇 歡迎回到 Music那些事 今天剛剛在上一套讓我體會到 我這個人真的就是不適合畫畫 我總是聽到我們自己的聲音 妳要從遠方就 對 我會嚇一跳 好 不過你剛剛經過上面那一part之後 你現在應該有比較不緊張了吧 蛤 什麼 你現在要給我進入那個 莫名其妙的胖可丁狀態是什麼意思 胖可丁狀態 而且還不是胖丁狀 因為胖丁是 蛤 胖可丁也比較柔和 就是有點 我以為你說胖可丁是比較粗魯之類 沒有 胖可丁是 不是 你現在有比較不緊張了嗎 我現在有比較不緊張了 真的嗎 可是因為現在就是 又是另外一個就是很厲害的歌手 所以我真的緊張的感覺不夠 沒關係 我跟你說這一個小訣竅 這在開始之前啊 每次海產在開始之前 他都會先繞口令 為什麼 簡單的 葡萄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要自證槍緣的再一次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要一拍一拍的來一次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但你剛剛不是一拍一拍 不過我發現你比較不緊張了 好緊張的 這樣是不是一個好方法 是 沒有嗎 是 沒有是不是 好啦 讓我們來歡迎我們 最棒的來賓光澤 光澤 好 光澤是上海亞洲音樂節 歌手大賽中 中國區冠軍 亞洲區最具潛之獎 香港英皇藝人 我有念錯嗎 沒有 李宇春等知名歌手 專輯音樂製作 黃曉明 張靜初 張靜初等知名演員主演 多部電影創作主題曲 可說是極致的全能音樂奇才 歡迎你 厲害厲害 你今天第一次到麥卡貝 我們跟觀眾朋友打聲招呼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光澤 你今天真的是很有趣耶 因為其實剛剛看到你的經歷啊 都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很厲害的經歷 就是因為像我們之前可以看到 就是主要看到你之前的經歷 大部分都是在幕後製作 那對什麼契機會讓你想要走到幕前來 是覺得做幕後太久了 覺得 無聊 對 想做點不一樣的 是是是 想做點不一樣的 然後 也是做很久幕後會 就是太讓自己 會悶 對 會悶很呆 而且有時候一首歌要連續聽好幾天 會不耐煩對不對 因為做幕後很辛苦的 對 做幕後真的很辛苦 對 台前幕後都很辛苦 對 你會不會有一種 就當時衍生 我竟然都多花這麼時間 這麼多時間做別人專輯 我會不做自己的音樂 對啊 呃 是有過這樣的想法 對 是對 是有時候很著急在幫別人肩膨 或者是幫別人製作的時候 有時候會很衝動說 那我自己來唱吧 我進去衝進去吧 對 看不下去了 所以你有做過就是配唱製作人 對 所以有時候會也指導一些 一些藝人 這樣我可以理解 因為有時候 就像我們打電動一樣 對 因為我們就是實況 台灣就有實況主這個行業 對 可能觀眾在看你打電動想說 你怎麼這麼笨 這個腳在剛剛 好想幫他唱 好想幫你玩 你是不是有時候會有那種心情 就是覺得 那我好想幫你唱 好想幫你唱 但我不能幫你唱 我都講不會了 你這個笨蛋 怎麼講不會 讓我來告訴你怎麼唱 可惡我自己出來一首歌示範給你聽 內心戲太多了 我們是不是太多了 不好意思你有被嚇到嗎 我們就是這樣 厲害厲害 滿有趣 台灣的小朋友就是比較失控 台灣小朋友真的很棒 我真的覺得很抱歉 好啦 不過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看到介紹 對 很有趣的一個介紹 他說你是像瘋子一樣的音樂狂人 音樂狂人 怎麼會這樣子形容 會的 因為有時候不管是 之前為別人製作也好 或者是我 後來就現在我走到台前了也好 就是我一旦弄音樂了 開始製作音樂了 或者一開始進入那個角色了之後 就比較的像你們剛才那種 那種 但是我在 都是在裡面 在裡面的 可能是一會兒 可能是一會兒可能我會唱的時候 你會能有感受到我 可能跟其他的歌手不太一樣的地方 對 我相信一定有跟其他歌手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其實前面有講到說 其實你拿過 上海亞洲音樂節歌手大賽的 中國區冠軍 這是一個很大的頭銜 沒有 是因為我 我一開始跟 在很小 十八十七歲的時候 比賽先走台前嘛 然後覺得 我自己覺得 好像跟外國歌手很有差距 確實他們好像有技術 我只是天賦 那我就說 那我就好好學一下 所以有去韓國學習的經歷 有去美國學習的經歷 都是去學什麼 有去學專門研究Voggle的 有去研究製作的 對 然後 我覺得 到時間了 我覺得是我該出專輯的時候了 那我就回來了 那這樣子 其實這段期間已經 準備跟累積了很多不一樣的 所以期間我就可以給別人做來 給別人製作啊 對 其實說真的 要當製作人本身其實就需要具備 非常好的音樂能力 才有辦法製作別人的專輯 對不對 其實在國外 你就是如果是光會 就是大部分是光會製作的 大部分其實在國外不是這樣的 國外的 像韓國的朴振英 或者是美國的JZ 他都很會教你 先把你的Voggle解決 然後再說你音樂上是怎樣 對 因為其實很多老師他們都會覺得 你要當歌手 首先你要做好的是唱歌這件事情 基本功 本身 那我很好奇 因為你剛剛講到其實你有去韓國 跟去美國做不同的進修 像我們會想知道說 像那些國家 他們例如說跟 就是跟我們這邊的音樂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差別 我其實去深究了一下 就是去深刻地去研究過 他們是更加的 因為他們走在前面 對 比我們走在前面 真的真的 所以華語樂壇來講 需要更加的professional 需要更加專業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在 假如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例如 朴振英 他給指導某一位歌手唱 例如金飯秀 唱Poco Shibita 那他可能就從 你先不要說音樂怎麼樣做 我先說你唱解決 你的音色是什麼樣 你唱一出來我會 會不會你清唱就會把我震撼到 我再把音樂做給你 他這樣加起來會 一加一大於二 對 這個差還是很 尤其像剛剛講到像那個 韓國的歌手 因為像我最近其實看比賽 因為其實 各個地方都有很多 兩岸三季其實就有很多 選秀比賽 像在韓國也有 像我最近我看就是 他們新的一檔 就是那個Super Star K 就是他們的 因為他們的星光大道 然後他們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們光是在 Audition 海選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 因為我常常看那種比賽 我是只是聽 然後我就做別的事 會不會出現很多 讓人家全身起雞皮疙瘩的聲音 是他們非常注重那種很細緻的口氣 然後我覺得這可能是 亞洲獨特的歌唱風格 對 這邊想要問就是像 那你有沒有覺得 因為像亞洲 我們其實很注重口氣 我們琴歌其實都比較可以玩 對 那在這部分西洋的方面 會更注重什麼呢 還是語氣 也是語氣 也是語氣 它還是要注重的 其實我們都注重到很多之前的 因為沒有那麼專業嘛 因為沒有Boccaley 或者是MI音樂學 大家都是憑感覺或者是天賦 對 絕對是有感覺 對 可是他們戲到一個風格 哪怕是一個風格 它會戲到很戲化 像搖滾裡面它就有分 光搖滾裡面就分很多唱法 就是有英倫的 對 有重金的 有死亡的 對 對 光絕世裡面也有分很多 分得很細 也就是說可能就是細節吧 對 後來就是作為後輩來做音樂 能有一天趕上歐美 或者是超越他們都有可能 只是我們要先學到更細節的東西 我們要先了解 才有辦法傳給後面的人 來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這的確是 就是你那講的的確沒有錯 因為像我們這一輩 就是我們很多人其實聽音樂 我們根本搞不清楚 我們在聽的是什麼 然後單純就只是想要聽喜歡聽 甚至連我們後來當歌手也是 就是其實我們也不曉得 自己在唱什麼 我就常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例如說 假設有人問你說 余剛你喜歡唱什麼曲風的歌曲 對 會有點回答不出來 我就是會卡住說 就是那個大概跟誰差不多 對 或者是有時候 我們會看到網路上 有一些網路上面的網友 他們會說 那個我看過就有人說 陳其真的R&B唱得很好 然後我們就會認得掉 裡面說 陳其真是唱R&B的 是嗎 長知識 對 並不是 對 就大家對於這方面的 那個見識都比較少 然後所以 像其實像我們這邊 像 台灣這邊的那個音樂風格 也是比較落後的 對 也還好 台灣的風格還是比較 我認為反正是 它是這樣順序的 內地來講比較亂 中國大陸這邊比較亂 亂嗎 怎麼說呢 什麼風格都有 其實我覺得那個音樂 沒有那麼細 非常有趣 但是它其實 台灣音樂真正走到了前面 是這樣的 我是 對你來說台灣音樂走到前面 然後是日韓 然後是歐美 對 台灣然後是日韓 因為我細緻地研究過這些 對 其實順序其實真的是這樣 是這樣的 因為是 你看唱片裡面很多 有翻唱它的 對 然後又再翻唱它的 然後它呢 又借鑒它的 就是不斷地有借鑒嘛 對 所以說 其實最厲害的還是歐美 後面 歐美一定是走在最前面 因為其實我們發現現在歐美 很多很流行的歌曲 我們 他們現在這麼流行 但我們想到一模一樣 曲風要是搬到台灣或是內地 可能是完全想不來的 不行不行 就是我們這邊人是沒有辦法接受 大部分要借鑒日韓 然後是港台 對 對 因為它是這樣有順序的 流行音樂發展歷史的 對 因為我也翻過這樣的資料 大量地看了一些 對 就是在早年舉個例子 杜德偉 或者是王菲 都唱了很多日本的音樂 包括有些前輩 他們都唱了很多日本 包括韓國的音樂 直接翻唱過來 直接翻唱過來 帶上一股風潮 帶上一股風潮 對 因為它其實 我可以告訴一個 告訴你們一個 就是 歌唱的真諦是什麼 其實 就是我在美國有個叫 Michael Jackson的老師 他就講過一句 就是說 其實唱歌的真諦 就是 他們唱的是心聲 不是人聲 而是心 用心去傳達他的 對 對 對 是這樣的 有一陣子 因為有一陣子 我在唱卡佩拉的時候 就曾經那時候 就是那個Seth 然後老師他的徒弟 剛好到台灣來 那妳聽說過他 對 我有上過他的課 真的真的 他是最 他是最提出 說話式唱法的 這麼一個 最有代表性的 所以說 他的真正的 他是用音樂 在說話 在溝通 對 他就是唱歌的方式 就像講話一樣自然 然後這樣子其實 你不會 你的音色不會 刻意去擠壓 或者是造作出一些 不屬於你聲音的音色 這樣子基本上 一方面就是 你的聲音不會受傷 然後另外一方面 可以更好的 真的把心聲傳達給 聽的人 是的 不是一個造作的歌唱方法 特別是 你像在韓國 你聽說過 The One The One 有黃之烈 他們除了自己 做藝人唱歌以外 他們有一個愛好 跟我一樣 我跟他們愛好應該是一樣 上課 是給別人 會給別人 教一些 這樣子就很好 所以我指點過 也指點過一些藝人 他們在好聲音上 轉身 也有 或比賽獲獎 我就會教 我想把我會的東西 就交給他 然後就讓他們 可以去做得更好 因為有的東西是 如果方法不對的話 你怎麼練 在音樂學院裡面 有的很苦練的 天天練沒有用的 因為你沒有練到真正的方法 方向錯了 方向錯了 因為就像你剛才說 陳其珍那個 他肯定是沒有 陳其珍的R&B 唱得非常好 對 每一個歌手 他就在國外的風格 分得會很細的 對 對 這滿好 不過其實我們剛才知道 因為像光澤 其實你有研究過很多不同的音樂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其實觀眾 我們很多觀眾 他們可能其實光聽我們講 他們不太知道那些差點 有沒有可能輕易就是演奏 用演奏方式帶給大家聽音樂 當然 那你要使用什麼樂器 其實都可以啊 我 對 我剛剛講說他應該什麼樂器都可以 對 我都可以 你覺得我用哪一個 不然用鍵盤好了 用Cable OK 好 用鍵盤 我過來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要來我們會心不緊 那心不緊就是為了漂亮 會比較長路 你想 我可以就是大概有一些風格啊 像Jazz 或者是像R&B 或者像你說的民謠 或者像你說的鄉村 其實我想說觀眾 因為其實像R&B 是一般現在流行音樂大 比較容易接觸到 不然你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些R&B的分類嗎 R&B其實 它其實就是節奏布魯斯 它翻譯過來 節奏布魯斯 節奏布魯斯 節奏 Tempo Bruce 不要硬要 不要硬要 怎麼說呢 節奏難調 節奏難調 就是這種 對對對 我被導播罵 節奏難調 罵我可惡 就是什麼風格其實都可以唱成R&B 在風格上其實是這樣 R&B的特色跟重點 還是你有沒有辦法教我們一小 然後我們試試看我們唱的對不對 可以 當然啊 像舉個例子 像方大頭那種就是 很R&B的 那我隨便改編一個老歌也可以 就像王菲的我願意怎麼樣 好 好 很棒很棒 是我剛才本來是要唱的 然後我可以就是 可以可以 好吧 就是她 就是她 思念是一種 很遠的東西 如影 醉心 很難的東西 很難的東西 沖默在心底 沖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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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寂寞裡 沖默 我在寂寞裡 愛在一千塊 我 crypt匆 才好 趕默 考古 都怪不得 程 告訴你 全ء 呢 我們 我們 兩点 就 什麼 只剩下一秒 停留在你懷裡 我什麼都願意 什麼都願意 為你 好帥喔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老師老師我想請問 如果我是一個R&B笨蛋的話 你會給我就是你覺得如果要學R&B的話 我應該要抓什麼重點 R&B最大的重點其實就是轉音 那節奏呢 節奏是在Groove裡面 就是在律動裡面 對這個特難 因為我是一個節奏白痴 我是一個沒有節奏人 因為可能我有練鼓 因為做製作嘛 作為producer來講我肯定要鼓 Bass 這樣事件的話 它其實鼓就會決定你的Groove 對那真的差很多 那老師老師我想請問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想要練習轉音的話 應該要怎麼練習呢 對我也想知道 我覺得法寶是 就像打籃球一樣 其實最簡單的是 你要把球投進去嘛 以前有人跟我說過是練黑鍵 跟著黑鍵練 我認為可能就是你把一首歌唱好就可以了 我第一首練R&B的歌 我就是我忘了 就是就練了這一個 我可能一天晚上沒有幹別的 我就 就一直在練同一段對不對 對啊這個好難喔 就唱準然後再 就是這樣 我知道了 光澤老師老師 沒有沒有沒有 你用 你現在是智商很低嗎 不是 因為我覺得很興奮啊 因為很好玩 有沒有可能就是你唱一小段轉音 然後讓我們 試試看 好 生日快樂歌 有沒有辦法 生日快樂歌 可以可以 就都可以就是 就一句我們試試看 好我們也試試看 身為一個轉音跟節奏白癡的我 今天要來挑戰 如何可以從白癡變成小智障 R&B的生日快樂歌 哪一點啊 先簡單一點的我們試試看 好 不錯啊 還不錯啊 那我再難一點好不好 好 老師太高了 我唱不唱 慶珮 好 然後我 那我們我要唱一個 那我第一點好不好 好 好 祝福y 祝福生日 OK 祝福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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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嗝 嘿 各位觀眾 今天到這裡 哥哥爸爸我們成為大 Oh 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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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找我家 Oh 接下來的歌詞我忘記了 怎麼連二個都會忘記呢 魚乾 你接下來你有沒有辦法接 你要是沒有辦法接的話那也沒關係 但是我有一點不知道怎麼收尾 好 現在要開始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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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下雨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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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下雨 祝你下雨快樂 你倆再練一練的話我覺得馬上可以就是要發篇了感覺 真的嗎 好 我會努力 覺得好有說服力喔 Devon 我會努力成為草衣歌 我也會 成為R&B歌手發展好不好 但我今天在外面滑手機他估計是沒聽到我說什麼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有聽到就像那個光澤之前就是是一個很棒的製作人 然後你現在終於覺得要不要坐回來 對 好你也可以坐回來 我剛剛想說大開眼線了 你坐在那邊在發光你知道嗎 對啊 那邊出現那個老師的佛法光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有一種想要敗在你門下的感覺 真的好厲害喔 就是學習之心油然而生 但是不管 就是因為這次你今天是以歌手的身份 就是到這裡來嘛 那因為就是這一次就是第一首歌 你今天第一首歌是我們帶來專輯裡面的歌曲 是的 是的 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這首歌的故事 這首歌是 就是我自己有時候唱得上就自己哭掉了那種 自己也很有感受 我覺得音樂最厲害的是真誠 最高境界應該是真誠 對 是剛才去掉 其實剛才那樣挺好玩的 可以感動別人讓人相信 真正的是簡單的 越簡單 然後把它所有的態度情緒放下來 就是直接能倡導別人心裡的 它能感受到你的 配器越少的狀況之下 配器我的錄音配器都是找的外國人 美國人 大部分是美國人還有黑人多一點 你們都是很厲害的音樂老師 應該很貴吧 還好還好 經濟層面 你只要成本的問題就應該很貴 因為我想做有品質的音樂 有品質的音樂 然後還有最感謝的是作詞姚若隆老師 真的 那是很大牌的老師 對 我是會在今後的專輯裡 都會跟他合作 我有計畫是想 十年去出十張專輯 這樣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就代表你要一直馬不停蹄的 不停地創作 是 就是前進 OK 那我們今天第一首歌 就是你的歌曲 為觀眾帶來 大家聽聽看 空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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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和快乐啊 直到现实 会合腿一半 低到分身 是伤害 你在欲望 面前投降 我在山头 后面成长 终于知道来到又知道 怎么拥抱它究竟要飞翔 情感空气也想被释放 爱的思念比喊更幻想 有个怀抱暖得像张床 有个善良微笑多清浪 为何爱着爱着的空荡 为何爱着情都空荡荡 当我听说 你与他散场 你与他散场 狼狈回家 带着伤 朋友都说 那是惩罚 那是惩罚 我的情缺 多么懂了 你与他散场 无法割舍就别拔开手 我也嫌我对你太滚烫 深爱就像一场命一样 没就任何方法能阻挡 就等着爱都要吃饭 还是愿意让你停靠在我肩膀 你也不用把我的作家 把我当成一棵树吧 我当成一棵树吧 你也不用把我当成一棵树 就不必要 你不必要 你不必要 我当成一棵树 你不必要 那是百花 我当成一棵树 你不必要 我当成一棵树 你不必要 對 非常非常舒適 我覺得這如果就是這之後 就是如果很有可能會成為 大家真的在歌唱比賽裡面 想要競爭的那種歌曲 希望 因為有 很有挑戰性的歌 有難度 因為 你放了很多難度在裡面 有一點 有一點 因為我自己唱完 就心裡會很難受那種 因為我這個可必要投入的唱 才有味道 對 因為剛剛到後半段 我本來想說 剛剛忘了跟你說 你要站起來唱也可以 你知道我們這個節目就是 歌手想怎麼唱歌都可以 想要躺著唱也沒有問題 好啊 可以啊 之前真的有歌手躺著唱 你那邊鼓吹他躺著唱嗎 結果那一集就沒有播出 沒有 真的就放鬆 因為我們就是網路節目 就看你可以輕鬆的 要怎麼做都可以 不過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很好奇 因為像光澤剛剛前面有提到 其實你的興趣跟你 就接觸最多其實就是音樂 那除了音樂之外 你平常有沒有什麼有趣的 音樂以外的興趣 例如說像剛剛劉茗香就很跳筒 就是他喜歡潛水 運動 運動 做菜 那你有沒有什麼 我喜歡在健身房健身 哇 你們可以一起去健身 然後有喜歡 喜歡籃球 籃球啊 你根本是不是也蠻高的 都1米85 我一直是 就是一直是在打球 在學校裡大學都在隊裡 真的嗎 那你現在還有持續在打球嗎 有啊 有啊 有跟我很多好朋友 有時候還是聚在一起打球 這樣子好好玩喔 明天就 明天就在 還有 明天就在內湖 明天有約 有一場 明天在內湖耶 內湖有籃球場 這樣到時候大家都瘋狂的 Google內湖有籃球場 應該是內湖 Angela baby的我 怎麼不知道 內湖體育中心吧 內湖體育中心 我跟你說一個很不好的資訊 好 來 這個就是 因為我本人最近要健身嘛 然後因為健身房又太貴了 所以我去內湖運動中心 我本來要問說他們的教練課 一堂多少錢 結果呢 我去那邊 內湖運動中心 因為前一陣子在颱風來之前 被人縱火 所以現在呢 在火災後的修復期間 那麼估計要在11月底呢 才會付款 是 所以你們明天打不了球啦 所以明天要不要趕快改約地方啊 他們說在讓我等消息 他們說那個在裝修什麼 其實那個還有 哥都建議啦 還有大湖運動中心 就在內湖運動中心 你真的很行啊 不是 因為我就是內湖 Andrea baby啊 很愛運動 蛤 很愛運動 對 因為我覺得 愛運動的女生比較好 真的嗎 那我真的要介紹 劉鳴湘給你認識耶 可是 你剛剛在外面 你們有遇到 有遇到劉鳴湘嗎 有有有 對 因為他也是 他也很愛運動 對 他真的也非常愛運動 他是我 我鄰居新加坡製作人 Ken Wood的好朋友 剛才喊喧了兩個 喔 真的嗎 世界真小 世界很小 然後我出去 寒寫了兩句 講到這個 你這張專輯 應該都是很厲害的音樂人 一起 有有有 我都會去 一起請教 然後一起做 然後我想還是 嗯 好好的專注在音樂上 就是好好去做唱片 而且我相信你這張專輯 其實那音樂性 一定很厲害 就是因為你本身 做了這麼久的音樂 然後你的好朋友們 也都是 很厲害的人 而且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些 就是介紹 然後就是說你對 就是一首歌要完成之前的要求 會很高很高 然後常常會就是 就是覺得不好要重來這樣 會推翻 對 很常這樣 但是除非是風格上的 因為之前也說得很誇張 就是其實我在選風格很辛苦 一個歌手最重要的是風格 對 就是 style 這是蠻難做選的 就是我可能就在pop rock裡面 最後能選到了一種 就是我可以流行搖滾裡面 我可以唱各種 我可以唱類似於R&B的 包括唱funk的 可以唱jazz的都有 其實我當初在糾結到底選哪一個 其實我不用糾結了 就pop rock就好 對 我哪種我都可以有 這個範圍裡面有很多 對 我可能 我下 我如果再唱一首的話 我可能會選英倫一點的 好像我再唱一個 比較抒情一點的搖滾 但是我都是用 因為每一個樂器都是去找 國外比較好的樂手來錄的 要那個真實的感覺 我現在被觀眾嗆了 觀眾說我知道他是開玩笑的 因為目前還沒有人 真的躺著唱 不要抓包 你們認真看節目就好 不要衝破我的謊言 我只是要看什麼時候 會有人被我騙到 真的躺著唱 那也是一個奇觀 不要想別人家 不是 可是你要唱得這麼好 他如果躺著也可以這樣唱就很厲害 不要再給別人出難題了 你剛有聽出我是在激將法嗎 我有 那你要躺著唱嗎 我有 不要不要 不過因為這樣 你今天還有第二首歌也要帶來對不對 是 上映 那我們可以現場聽這首歌 讓我們來聽聽看 可以站起來喔 那我要稱 自彈自唱 自彈自唱可以嗎 好 當然好 很好 這樣最好 因為 因為就是自彈自唱的跟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個是比較英倫的 比較氣質的 然後這個就是 我把它抒情一些 好啊 很期待很期待 的音樂 最難的是快樂 都哭了 我们还是执着 在深刻 爱情很像执着 迷路了 有好多转折 最伤的是幽默 不舍 于是每个结果 都哭了 我们在乎什么 我们相信什么 不要什么 为什么我们相遇 我们坠落 瞬间就点燃永恒 相信你永远会爱我一个 我好快乐 也许爱情就是 任性每一个爱情 就已让不知足的人伤心 于是我变成你要的毒品 标记了 谈情 謝謝 謝謝 我們要這一件事 怎麼了 你聲音其實是很大管的 你聽得懂大管嗎 就是 對 因為剛剛我們第一次有來賓的聲音 把我們整個空間整個塞滿 對 那個聲音印象滿深刻 而且是在那個抒情歌 然後自彈之上的狀況之下 好厲害喔 謝謝 所以你其實 你本來你對Rock這個許豐 有特別喜好嗎 對 我其實 對我影響最大的其實是玩Bang 玩Rock的節奏 對 玩Rock的節奏 那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的專輯裡面 其實應該可以聽到 就是你剛剛有說就是那個 當然 POP ROCK的部分 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因為我覺得 玩得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曾經是跟蘇建信 阿信 然後我跟他一個老師 Kate Stratt 然後呢 我覺得 我不想太 玩得不太Metal 我覺得太多了 所以我就想多一些英倫的 多一些Funk的 多一些 更多選擇 比較有彈性的一些感覺 是的 Funk的部分你有接觸嗎 有啊有啊有啊 其實我在糾結嘛 因為我在做專輯的時候 會覺得 要不要做成這樣 像Metal那種 對啊 就有很多擅長的跟喜歡的風格 是 要怎麼選擇 還是說我擅長的英倫 還是像我朋友 淘寶計畫 樂隊那個毛串兒那樣 我就自己在想 那最後我還是決定做POP ROCK 把它做成流行搖滾 那又流行 又有搖滾的力量和態度 唱起來也開心 對 它其實不是 因為上一定很 大家對搖滾的理解是很重 對 就一定 其實是有態度就好 而且還可以把情緒 是很真實的音樂 那這樣子我就很好奇了 你看音樂的傳達力 你非常好 你對你的肢體有自信嗎 肢體的傳達力 還好還好 還好嗎 那沒關係 換我們幫你上課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時間 就是所有來賓 無論你是誰 你到麥卡比都要接受的一個挑戰 那就是小遊戲 今天我為光澤準備的是 比手畫腳打摸摸來音樂 對 這個也有音樂嗎 沒接上啦 打摸摸音樂 音樂 再一次醜3 醜3他要請我們吃飯 真的假的 打摸音樂 你拍話就出來了 他不敢 不敢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你如果對比手畫腳 沒有自信 你對你的腦力有自信吧 可以 好 可是我比得很好耶 我試試看 屁啦 比手畫腳耶 你比我行是不是 不是啊 你剛剛畫畫行就算了 比手畫腳也行喔 你是比手畫 我要站起來嗎 蛤 他先比給你看 可以 沒關係你坐著好了 對 要不然我們子齊會很尷尬 是你比 你比給他看嗎 我先 好你先比 我們兩個一起猜嗎 好那你 好啊 那我們兩個一起猜 不要羞弱 你笑什麼 你為什麼我攝影師 為什麼笑 Why are you laughing 我的文法是錯的嗎 我沒有都站的是吧 沒有 我們坐著 我們坐著欣賞他 OK 你知道剛剛前面那個指教是 這就是人生 現在這個是荷包蛋 我不知道 這怎麼比啦 好 爛題目耶 誰出的啦 誰出的啦 不會啦 好 你好生氣喔 三個字 第三個字 他現在在比那個字 你覺得他在幹嘛 很熱對不對 一起山風對不對 我在幫 我在幫你 熱 來 山 山 山 第二個字 許留山 吹 吹 呼 污 風 風 什麼風山的 什麼風山 第一個字 念 怕 怕 蛇 線 電 電風扇 電風扇 你看他到底在比什麼東西 你有看懂嗎 你找到出一個也太困難了吧 電風扇 電風扇 這麼爛的題目我都可以講到出口 有什麼可以難得到我 我跟你講 電風扇我怎麼比好不好 你比啊 來 電風扇怎麼比 我看 你真的很爛耶 我看 這樣子 指揮交通 肚子痛 等一下 胃突 熱氣球 衝氣娃娃 有沒有電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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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桃球 只要這個 大家就懂啦 車賞小姐 車賞小姐 你要比較電風扇一點 他到底在比什麼 我換我 我換我抽 我是不是成功了 你答出來了 那是 我真的這是因為我的關係好嗎 我很強才會這樣子 來 借我看 我不相信 怎樣 你的笑聲什麼意思 這一定馬上猜出來 生理期 一定馬上猜 我還沒開始比 好 開始囉 好 三個字 猶豫不決 酒醉 熱水瓶 洗髮 洗頭髮 這是第幾個字啊 其實我知道了 但我不想回答 頭濕 這麼厲害 頭癢 頭皮油 頭皮出油 手抽筋 累 辛苦 洗髮液 洗髮精 洗髮精 他剛剛說洗髮液 也對啊 對不對 也對啊 再一題 可惡 再一題啦 那有猜出我的 沒有猜出你的 那有猜出我的 那是 你一直講話 不要人家猜啦 是你一直講話 不要人家猜啦 我們過於不要猜對他的 他就會被倒進了 他現在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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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輸的模式 好 錯了 對不對了 我輸了 不行 不能認輸 不能認輸 他那個怎麼比啊 你把特質比做就可以了吧 可以啦可以啦 你那麼厲害對不對 我怎麼會再一點 五個字 五個字 好 就是 就是 Michael Jackson 我超快 我超快 我剛剛很奧 換你啊 去要去 奧什麼奧 你要不要比 我剛剛說Jackson會抓鳥鳥 然後大喊一下奧 然後就越像漫步 我剛剛 我們有鳥鳥 我吃吃看吧 好 她比比看 她看不下去了 妳到底在奧什麼 不能奧是不是 高好好喔 對啊 好高 腿好長好好喔 好 腿好瘦好好喔 你那邊研究別人的背影 紫綺你羨慕嗎 開始騷擾吉他手 好囉 來吧 線 線 電 電 電 第一個字是電 電 第二個字 電燈 電視 電影 第四個字 電冰箱 有四個字 摩托車 車騎 電車 電動 電車 第三個字 第二個字 是 電車吃汗 有可能吧 有可能 我們有可能這樣出題 電車吃汗嗎 寫畫 字 電車字 電 電車什麼 電子 電子花車 電子花車 現在請一乾 現在請一乾 現在請一乾會表現 如何成為 電子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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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台灣的電子花車 我們在音樂有這種東西 不好意思喔 我們來點電子花車的音樂 你知道 你有看過台灣的電子花車嗎 台灣的電子花車一定會有 我今天在線上就看到啦 導播我們要換音樂了 台灣的電子花車更 台灣電子花車就是這樣子 就是會有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就先 那個一台車有沒有 然後就是會有電影 然後上面就會有這種 桿子 然後上面就會有女生 就是 我幫你拿 為什麼是我 是你 來我是桿子 你是桿子 所以我應該對著你嗎 喂 快點快點 欸 我其實沒有很在研究 我剛剛好像 喂 呵呵 我就一直轉 一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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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種東西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這種東西主要是銀神 我們就是要演給神看 要讓神看得很開心 就是 就起來 欸老闆你會不會生我們的氣啊 對不起 我們抱歉我們不應該這樣子 對我們抱歉我們抱歉 回來囉 好 謝謝 他會不會回去覺得台灣女生很氣 很奇怪 很活潑啊 台灣女生好像都中邪一樣 是不是都嗑藥 沒有沒有沒有 他一直都是這樣子 沒有 有 好 有啊 我有 接下來 好 接下來就是 你知道 沒有 因為剛前面有唱到那個 我願意嘛 對不對 我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跟你一起唱 我願意的話 你願意嗎 你願不願意 可以啊 當然 你好老梗 很饒舌 如果跟我們一起唱 我願意的話 你願意嗎 我 我自己 自己編曲了一個 然後我也帶來了 然後可以唱那個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那這樣子的話 我唱一句 還是以你為主好不好 可以啊 因為你編曲可能你有自己不一樣的編排 那可能是我們不知道 可能就會壞了那首歌的編曲 可以啊 還是以你為主 破壞別人的歌 破壞王 那我們來聽這首我願意 來自光澤跟台灣形象破壞王 詞曲 李宗盛 思念是一種更喧的東西 如影隨意醒 無聲又無息觸碰在心底 轉眼吞沒我在寂寞裡 我無力抗拒這變深夜裡 讓你到無法呼吸 很不能立即 找你狂奔去 大聲都告訴你 我願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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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懷裡 失去時間也不可惜 可惜 我願意為你 是一種很喧的東西 不依你 隨意醒 我無力抗拒 特別是遠離 讓你到無法呼吸 很不能立即 找你狂奔去 大聲地告訴你 我願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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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我姓名 我願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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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逐天 被放逐天晴 只要你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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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來與我回憶 我什麼都願意 我什麼都願意 為你 我什麼都願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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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 為你 有什麼都願意為你 我什麼都願意 我什麼都願意為你 我什麼都願意為你 為你 謝謝 好好玩 好厲害 老師 你還有在授課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喜歡這個版本嗎 好玩 這個舒服 唱起來很舒服 這個舒服 如果要是好玩好玩 真的很好玩 沒有 這個節目就是好玩的地方在這裡 然後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 今天可以讓大家看到那個就是光澤 就大家比較平常不知道的一面 對不對 然後在這邊其實 觀眾朋友一定會很想要知道 是你最近有沒有什麼公開的活動等等 可以跟大家分享 最近 首先是21號 是我的專輯發行 這個月21號 這個月21號 準備發行 然後下個月在大河岸留言 有我的新專輯的第一場演唱會 在大河岸有第一場演唱會 那也是簽唱會嗎 因為21號剛好發行 我會帶CD送給歌迷的 所以當天就是在現場送 11月的時候是不是 那詳細的情況應該在你的那個Facebook上 對 我會在Facebook上會有詳情 OK OK 好 那因為各位觀眾朋友就是如果想要 可以現場接觸到光澤的這個歌唱能力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講就是很多表演 你要到現場看才有辦法感受到那個能量跟傳遞的能力 特別是我帶我自己的國外的那個 厲害的老師們 那一定很猛耶 那個老師不知道現場的show fee多少 好想知道喔 冷靜一下 不是那個真的很猛耶 就是那個現場一定會很享受 所以就是 10月21號專輯發行 所以大家屆時就是可以先去搶購 那11月的時候呢 在大河岸 在西門紅樓大河岸 有它的這個第一場的簽唱會 所以大家如果要交詳情情況的話 都可以到那個光澤的粉絲專頁上面 粉絲專頁就叫光澤嗎 是 對 對 就叫光澤 對大家可以直接搜尋 對 那這個接下來呢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這真的是一個 歌唱實力很驚人的一個來賓 所以我們今天最後 可不可以再為觀眾帶來一首歌曲 最後一首歌曲 對 OK啊 我唱一個 Close to You 好耶 非常驚人的歌曲 Close to You 聽現場都是非常享受 敗國的老師耶 但是妳太激動了 不會啊 謝謝 比賽 匼 Dominican Just like me You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s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dream dream Can't you So this ring of murders in your life I've got a light in you And I'm blue Why I Clos to you Why Clos to you On the days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dream dream come true So this ring of murders in your life I've got a letter in your life Why Why Clos to you Why Clos to you Why Clos to you You 中低音樂其實也很棒耶 就是那個聲音整個放鬆我覺得很棒 之後應該有機會再做這個曲風的歌曲 讓觀眾可以聽到 這個是我整體的曲風 因為這個是會受到 我在洛杉磯學音樂嘛 путеше 然後我覺得洛杉磯一些影響 像之前的陶哲王力宏 都會受到那邊影響多一些 所以我玩Band的時候 會更有這個感覺 對 剛剛那個整個感覺 其實非常融入 就是跟你剛剛就是在唱Rock的部分的時候 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就真的很棒 那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剛剛再講一次 就是這個月 就是10月21號的時候專輯發行 然後11月在大河岸有演出 剛剛有人提醒我說 可是開水 你在美國 怎麼樣 好啊 今天我都在美國啊 人生那麼長 都是會有機會的啦 總有機會 對 總有一天 是可以這樣子 沒錯 對 然後今天非常謝謝光澤 來到我們節目 為我們帶來這麼多 好聽的音樂 然後跟有趣的知識 那當然也要謝謝 我們這個節目的大乾爹 我們的All Music 贊助播出 真的太棒了 然後當然希望 你的演唱會成功 然後專輯也順利發行 那麼今天謝謝光澤 讓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啦 掰掰 radically會進化 進去 座